高速公路时速破百 但这辆军车不一般 因为全轮就快起飞 轮胎疯狂抖抖抖 抖到地心引力都快抓不住它 眼看轮胎就要离家出走 后方驾驶看啥了 想确定可以了想 确定呐 真的要确定诶 时速破百的国道上 这轮胎抖个不停 真的hold得住吗 事发在国道桃源往来新竹路段 军车轮胎抖个不停 换个角度更夸张 原来不止右前轮 左前轮也快说拜拜 但驾驶怎么没感觉 一路国道直直冲 网友笑称军车第一次跑国道 难免紧张 驾驶回去会不会被关禁闭 究竟是哪个单位的车辆 军方还在了解中 同样也是国道惊魂 这辆车是火箭吗 东营战神GTR深夜在国道奔驰 但排气管却喷出阵阵火光 民众直呼是火箭要发射了吗 虽然视觉效果满点 但专家一看直摇头 因为驾驶恐怕改车改过头 对引擎是一大损伤 而违规改装最高可罚9600元 改车改到会喷火 这下不仅商车也商荷包 这位黄天耀有桃综合报道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我先看她几个小时 然后到乎会与你另一边 我是游客高不大 三瓶就会做成功